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分享一个两个特工为了一个美女互相伤害的搞笑故事 特工争锋 塔克和阿福是一对特工兄弟 作为一等一的高手 执行任务起来那叫一个帅呀 只可惜这次任务完成的并不完美 因为反派大佬居然利用降落伞顺利逃脱了 为了让他们进行反思 上期决定给他们一个禁足的处分 不过这还好,两兄弟更自由了 于是乎塔克开始憧憬爱情 其实他曾经有过弥漫的家庭 只不过现在离异了 孩子跟了前妻 阿福倒还好 因为他家的天花板每天都有女孩在上面游泳 抬头就有艳遇 这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 不久塔克被则交友网站的信息迷住了 他没想到第一个奔线的对象居然如此漂亮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恋爱了 而阿福呢 在租借影碟的时候被一个妹子怼得无话可说 可这却正好引起了他的兴趣 到公司的时候 两兄弟决定同时和对方分享喜事 结果狗血的一幕发生了 两个人爱上的居然是同一个妹子 一个名叫劳拉的金发妹子 阿福的第一句话是自己主动退出 可塔克觉得完全没必要 既然都喜欢那么公平竞争 让劳拉来选择好了 很快 两人便约法三章 第一 在劳拉面前要装作互不相识 第二 互相不插手对方 第三 不允许偷偷摸摸 为爱鼓掌 君子协定之后 塔克就放心的出去约会了 在高空的刺激下 两人很快就亲上了 到了阿福这边 情况就不太妙了 劳拉根本就不喜欢那花花绿绿的酒吧 奈何编剧实在是太有才 半路居然杀出个前男友 为了挣回面子 劳拉强行和阿福来了个爱的宣告 正是因为这件事 劳拉也对阿福改观了 可阿福和塔克的战火还在继续 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 两人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手中的情报资源 而且都打着工作的名义 所以第二轮的比拼也开始了 塔克带着劳拉去飙车 阿福就带着他去看画展 塔克带着劳拉去玩真人冒险 阿福就带着他去收养狗狗献爱心 总之这一轮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就在第三轮打响的同时 反派大佬也回来了 现在的他要为了死去的弟弟报仇 然而此时的特工兄弟并不知情 因为他们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劳拉 阿福通过一招亲情攻势 顺利拿下了劳拉 为此他还拒绝了主动上门的小姐姐 塔克知道后很生气 于是他也决定如法炮制 结果顾好的演员被阿福提前给调包了 好在他还有一个儿子 然后他得以扳回一城 这下好了 两人又是平手 由于进度条已经过了一大半 所以反派大佬也筹备的差不多了 于是在塔克和劳拉约会的时候 阿福找了过来 他希望对方能和自己一起先解决反派大佬 可他不愿意 他觉得阿福就是存心捣乱 然后两人便大打出手 等到他们结束战斗的时候 劳拉也从厕所回来了 得知两人是朋友的他心态爆了 劳拉掉头就走出了餐厅 你说巧不巧反派大佬就刚好事实出现 然后抓住了劳拉 知道了消息的两人瞬间合体 立马驱车前往 在战斗中两人又找回了从前的状态 甚至还相互告了白 最后反派大佬来了个飞车助攻 这也让劳拉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他选择了阿福 而电视播报也让塔克的前妻刮目相看 现在的他才知道隐瞒身份的塔克是如此优秀 最终他们一家团圆了 其实塔克并没有和劳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之后 我对劳拉闺蜜说的一句话印象深刻 他说 不用想着谁更好 选择能让你成为更好的那个人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呢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